一项研究报告显示 全球新冠死亡者中90%来自肥胖水平高的国家 呼吁世界各国政府优先对肥胖人群接种新冠疫苗 世界肥胖联盟发表研究报告称 肥胖症比例高的国家 其新冠死亡率要高出其他国家10倍以上 这些国家包括美国 美国有超过50%的人口体重都超重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表示 世界各国政府必须对此高度重视 我们清晰地看到肥胖和新冠死亡率之间的莫大联系 研究报告显示 体重是年龄之外 致使新冠肺炎患者出现重症的第二大因素 全球250万新冠死亡者中 有220万来自肥胖症比例高的国家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称 越南是全球肥胖水平第二低的国家 只有18.3%的成年人超重 也是全球新冠死亡率最低的国家 每10万人仅有0.04人死于新冠肺炎 然而英国是全球肥胖水平第四高的国家 63.7%的成年人体重超标 其新冠死亡率全球第三高 每10万人就有184人死于新冠肺炎 而美国的肥胖率高达68% 其新冠死亡率也很高 每10万人中就有152人死于新冠 上个月罗马研究人员表示 肥胖人群接种两剂辉瑞新冠疫苗之后 其身体内产生的抗体反应比较微弱 体重超出正常标准30个指数的肥胖者 接种两剂辉瑞新冠疫苗之后 其体内产生的抗体数量 相比较体重正常健康的人少了一半 目前尚不清楚有多少抗体 才可以抵御新冠病毒 但是研究人员表示 微弱的抗体反应会减弱新冠疫苗的免疫效果